陈副主委,今天我谈到信赖保护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你有谈到说法律定的话,当然要照法,除以你修法 法律没有定的话,因为信赖保护原则有它的背景跟时间 那有背景跟时间,当你的背景跟时间有改变的时候 你的信赖保护原则是也会跟着改变 所以呢,你就必须要沟通,取得共识,取得包容 应该是这样讲才对嘛 所以为什么叫信赖保护原则,它不是法律 所以信赖保护原则,我不知道我这样替你这样回答算对不对 法律的话,法律有定这个信赖保护的话 那当然所有法律都是信赖保护的,对不对 但是呢,有一种就是一个原则,信赖保护原则 我们都讲原则嘛,对不对 那这个呢,不是法律规定的话 我们刚刚讲时间背景,当时的背景我们需要这样做 政府需要这样做 那现在背景都不一样的话 那你就需要沟通,取得了解,谅解,包容 是不是这样子 是 对不对 好 是这样子没错 那现在你又讲到一个平等跟公平 你是基础年金要怎么样 要立足点的平等 是立足点的平等,还是其托式的平等 应该不是其托式的平等 不是 因为每一个,刚才我就是强调好几遍 主要就是说我们的制度的设计 是在不同的时间设计出来 而且是依照不同的职业团体来设计 因为怎么样,有一些人就讲说 公务人员退休六七万七八万那么多 劳保怎么样都只有顶多四万多吧 是不是 所以他们觉得不公平 我是觉得这个观念要让大家知道 基础年金 我们希望有一定的生活水能够保障 但是呢,因为公保他薪水不一样嘛 一进来当薪水不一样 因为他经过高考 经过他的努力的读书 我觉得这个刚开始大家都一样的 为什么你当劳工 为什么你要当公务人员 为什么你当科学家 为什么你当学者 你后面的发展不一样嘛 所以你的退休金当就不一样 但是我们尽量做到 基础是要一样的 那我是觉得说 那个 所有年金都讲要 几年之后要崩盘了怎么样 我想跟我们现代的这个老化 人口老化 跟少主化 因为他所加的保费少嘛 领的也多嘛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将来跟人口政策有没有关系 整个年金的改革 人口政策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 那人口政策有没有在计划要怎么样 比如说以前我们讲二代健保 我很多人就对单身条款就很 很不以为然 为什么我单身要 要讲得多 可是我现在想想 很多人结了婚不生小孩 真的很多人结了婚不生小孩 甚至不结婚的 难道他对这个国家没有责任吗 因为他不结婚 他不生小孩 人口当然不会增加越来越少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有些人口政策里面 是不是要规定 你不生小孩的 或者 当然你生小孩尽量给他 又会 那不生小孩呢 要不要给他一些 一些些的惩罚 也就是说 所谓的单身条款 税制方面呢 像我们二代健保里面 我们就有一个单身条款 就是因为这样而反对了嘛 我不晓得还有其他什么可以 能够让这个 让 当然这么有很多奖励 那奖励的话都是出钱的嘛 难道不能有惩罚吗 你觉得怎么样 人口政策 我想这个人口政策 它牵涉的面 如果我们是把台湾看成一个封闭的系统 那当然是 就我们自己本身的出身这块要去着力 可是如果说在一个全球化世代 我们把台湾看成一个开放的系统 除了本身生育率的鼓励增加之外 我们移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人口政策的一环 那就说 这我也想移民政策了 当然有人说 环境不好啊 所以我就不能生啊 对不对 那你政府要赶快努力 制造好的环境啊 经济好啊 我才会才要生吗 是真的这样子吗 真的很多人是因为环境不好 才不生呢 以前 我感觉 生孩子 自己炒一点都 一样可以成长啊 对不对 那现在每个人都想说 我生的小孩子我要准备一千万 让他读大学读 念博士 每个都是高水准的 才要生吗 我是觉得 我不晓得了 我是提醒说 这个人口政策方面 我们要去好好考虑 要不然这是一个国安危机了 这是一个国安危机 所以呢 所有年金 我们看到因为人口老化 少子化的原因了 还有 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了 所以现在 刚才又有人问 马总统为什么笨到现在要改呢 我觉得是有责任的 他甚至是笨得很可爱 对不对 他是一个有责任的人 他已经看到这个 已经看到前面有危机了 那现在不改 越早改越好啊 对不对 他现在不改的话 那是没有责任的 所以有责任 都是比较 那种人看得比较笨啊 你那笨他 守法的人也比较笨 你干嘛要守法 别人为什么可以不守法 对不对 守法的人也是看得 你那叫五人八人 可以不守法 你干嘛要守法 是不是 守规矩的人 都是看起来比较笨 看起来比较笨 其实他不是笨的 他是有责任 我觉得马英九 他为什么现在要改 因为最近妈 他说我现在当总统 我现在已经发生 已经发现有 有有有有 有危机了 为什么现在不赶快做呢 越早做越好啊 好 你请回 现在潘主委 拜托快 请潘主委 潘主委今天你谈到一个 我认为非常好的观念 你说潜藏债务啊 我一直觉得我们现在 一次起付已经改成年金了 当然我们尽量鼓励 所有年金 所有的都退休都是年金化 你说 这是一个流量跟存量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变得 要变那么多预算 来做一个责任准备金 所谓责任准备金 就是潜藏的债务嘛 而且你的潜藏照说出来吓死人了 哦都会倒 对 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嘛 那潜藏债务拿出来当 当当当筹码 当那种运 呃有有用运作他 然后呢 哦年金会倒去 哦 那我觉得说 你讲的观念很好 一个是存量 一个是流量 那我问你 我们现在已经尽量改成年金 潜藏市的债务 我们政府还必须要准备那么多 我看过一个报纸 别的国家好像已经把这种 这种那个 呃 这种呃 呃 政府提存的这个年金的这个提存 好像减少很多 是 是不是有别的男的国家有这样一个制度 我我现在手上没有资料 不过我了解是 因为因为基本上 其实这跟呃 我们在做那个郭明镇 郭 郭教授的想法其实很像的 就是说 那个是因为我们当初精算的时候 是用商业的年金的概念去算 可是实际上 因为我们是社会 社会保险的概念 对 所以保险基本上它是一直人 因为它是强制跑保嘛 对 所以人还是会一直进来的 嗯 那所以因此你现在要把它一个所谓的 全额的整个提存准备在那个 地方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全额的提存是不需要 因为它的意思是说 好 那既然不需要那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有没有办法要 要修法还是什么 现在基本上只是因为 因为大家在信心上面是希望说 政府负担最后责任嘛 这个没有问题 那没有问题啊 政府还是负最 对对对 负最后的责任嘛 但是你必须要 因为你现在政府已经是财政绝技了 那你还要提拨那么多 这就是我刚刚也说过说 比如说明年度我们政府中央政府总预算1.9兆 那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概念 就必须把它拨多少钱进去 那就很麻烦 就等于1.9兆要少掉一些钱 对 就政府对人民的服务相对是会减少的 这个你们在在在这次年金的改组 里面有没有讨论到这个 有讨论到这个 我觉得要让百姓了解 我们已经改成年金制不是一次给付 现在就是准备 你做一份领事 同时间同时间给付 我没再提及我政府就倒了 对不对 但是现在年金不可能了嘛 年金制 例如到时候我们都可以算出来嘛 对不对 现在我请问主委 现在一次给付的 我们现在目前劳工有多少人 一次给付大概 每个月大概都有一些人 因为相对的来讲 现在是比例 因为我们900万劳工 比例多少 比例大概 一次给付 三分之二分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跟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得一次 三分之一的一次 三分之二的年金 我觉得还要努力 我觉得这个观念 当年金是比一次给付好了 相对来讲年金 除以他家庭的因素 要不然年金绝对比一次 好 我们先导得越简单 让大家了解 那我觉得你三分之一还太多了 对不对 那这样子 这样子还不够 我觉得应该全部让 除以你家庭有需要 要不然呢 我们希望都是用改成年金制 那这样子的潜尝性的 债务就越来越少了嘛 对不对 就没有了嘛 对 是不是这样 基本上因为如果你流量 我们就能够把它的相对制度 调整大概就可以了 那这个你们也去讨论 现在就说 我们有一种观念 就是说把 老保 活民年金 或者是 有一个 有一个监察委员 有提议 他说把这三个 基金呢 通通把它怎么样 整合在 整合 整合计算 合并计算 可能吗 技术上有相当的困难度吧 相当困难 那假设老保跟国保呢 不要跟公保 可以吗 目前就有了 目前就 目前有 对对对 目前老保跟国保 合并计算 那跟公保呢 公保没有 公保没有吧 那可不可能呢 我例如说 可不可能是三个 合并计算连织 谢谢